二乌戰爭進到第18天了 更多的新聞 重點時間交給軍榮 大家好 我們安全遊現場 持續帶您關心二乌戰士 今天戰士已經進入了第18天 帶您整理一下最新的狀況 二軍目前距離 這個烏克蘭的首都基斧 大約是有25公里 持續採取這違攻 攻下 而不是攻下 就是先瞄準了這個首都基斧 另外呢 他們還持續地攻擊了 像是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還有東北方的城市蘇美 跟东南方的港口大臣马力波 但是乌克兰的军方表示说 这些大城市都还在掌握当中 俄军并没有拿下 不过现在有个最近消息 难道俄乌的战火 现在可以露出曙光了吗 当地时间12号的时候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的成员 波多利亚克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俄乌日前进行的第三轮谈判 是以视讯的方式展开沟通 还有成立工作小组 目前双方已经接近 签署相关的协议达成妥协了 大陆央视也针对了这项讯息做报道 不过波多利亚克他表示说 在关键立场达成一致之前 双方是不会透露谈判的细节 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而另外来看到的是 德法二的领导人12号 进行了电话会谈 普丁表示说还没打算结束战争 而最近画面曝光了 南部大臣马力波民宅跟商场 都遭到坦克狂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记者是怒控了 西方国家只会隔岸关火 根本就没有勇气帮忙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力波 民宅又遭炮击 就连双场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战车到处攻击 整座城市几乎体无完肤 12天内已有1582位平民丧命 基辅南部的瓦西里基辅空军基地 也成为锁定对象 弹药库和油库遭到空袭引发大火 乌克兰被逼到绝境 国防部祭出重赏 只要有人开可以作战的飞行器 到乌克兰投城的话 就可以得到2000多万台币的赏金 而驾驶攻击直升机 也可以获得1000多万台币 任何投城的飞官都可以获得乌克兰国籍和政治庇护 乌克兰总统怒呛西方只会隔岸关火 根本没勇气帮忙 目前乌克兰已有1300名士兵因为战争死亡 12号德国总理萧茲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普丁进行三边电话会谈 力劝俄罗斯停火 但普丁似乎没收手的打算 甚至警告若西方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都可能成为攻击锁定目标 俄乌战争究竟何时会收尾 恐怕还没有答案 记者综合报道 而同时俄军也锁定了乌克兰的大城市 尼古拉耶夫来进行轰炸 当地的民宅建筑物都被炸出巨大火球 好 画面上可以看到 尼古拉耶夫就遭到了俄军的轰炸 炸出一个巨大火球 路上本来有行人在走路的 但是都被吓了一大跳 尼古拉耶夫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战略位置 他是俄军前往黑海西北岸的港湾大城 奥德塞的最后一个关卡 而两军在此已经交战数日了 当地的停尸间工作人员还表示说 每天都有新的遗体被送进来 现在停尸间已经放不下 只能够任意地堆在雪地上 还说从来都没有看见这种状况 而再看到其实俄乌双方 除了地面部队在作战之外 也是大打任之作战新战 日前轰炸乌克兰玛利波当地一家的 这个妇产科医院 俄军也被抨击 那么俄罗斯随后就宣布说 这些医院早就废弃了 其实是乌克兰军方被掌控的 还说其中有一名被外媒拍到的 逃难孕妇玛利安娜 她根本就不是孕妇而是网红 但是乌克兰媒体现在调查之后发现说 这名孕妇是网红没有错 但是她也真的有怀孕 而且也在医院里头生下女婴 今天的记者也采访到这名孕妇的亲友 表示说她真的是有怀孕 也有生下一名女婴 被命名叫做维罗尼卡 希望纪念胜利女神 而再看到了 这也是认知作战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吗 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泽帕尔 他最近就在推特上头贴上了这两张照片 他指控俄军的军车 明明就是载着弹药跟着军事装备 但是却在军车的上头 是插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 冒充人道救援 不过对他的指控 目前是没有相关的媒体引述 这则推特来进行报道 所以无法得知真假 不过确定的是 乌克兰现在真的爆发了大量的难民潮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 数字已经逼近有260万人逃离家园 先前为您报道过 有一名11岁的男童 他独自逃到邻国斯洛伐克 工作人员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随身只带着一个塑胶带 护照 还有写在手上的电话号码 就独自横跃大半个乌克兰 完成1000公里的旅程抵达斯洛伐克 男童也被问到说 怎么敢自己一个人逃亡呢 他显得是蛮镇定的 还露出温暖的微笑 表示说是希望带领他整段旅程 披护所工作人员接手照顾他 给予他食物跟饮用水 并紧急联络他在当地的亲人 让他们可以团聚 而现在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指控 俄军在入侵乌克兰之后 首次发生有政治人物遭逮捕事件 而地点是在南部的城市 梅利托波尔 画面当中的这个监视器 都拍下来整个掳人的经过 梅利托波尔的市长费多罗夫 遭到乌东的分子是逮捕了 罪名说是资助当地 有恐怖活动违反国际法 不过时间才隔了一天 俄军随后就宣布 他们有一个新的市长上任了 是叫做丹尼尔勤科上任 好 丹尼尔勤科 他还登上当地的电视台来受访 他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是在新现实下建设基本机制 正准备成立人民代表团委员会 来管理城市 还敦促当地的居民 不要参加极端主义的行动 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让城市恢复正常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今天推出的梅梅水呢 是解决烦恼的好帮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 因为这个有含GABA 里面呢有茶安酸 还有洋柑橘萃取物等等 可以让你更好睡 开启启动你入睡的关键 好 如果需要的话呢 这样麻烦来扫一下 我们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点购网站来选购